Hello大家好,我是Auror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目前看来直到5月3号意大利人处于封闭的状态 总理孔特表示如果感染数据突然大幅度的改善 或者出现重新开放的条件 将尝试采取相应措施 但按照目前来看呢,可以回到之前的生活 还为时过早 孔特补充说到,会采取谨慎的逐渐放宽措施 不能浪费迄今所做的所有努力 去冒失去所有成果的危险 我们必须要高度应其重视 新法令并没有关于个人活动限制的新消息 但从4月14号开始 可以开放的企业 比如说文具店啊,书店,医用产品店等 都是允许开放的 有些小型的领域 从14月14日 我们开放的标准 标准 尤其是那些小型的 小型的 我们得到很多需要 有很多货币 我们得到很多货币 所以我们开放这些行业 专业 专业 那么意大利总统孔特宣布将封国措施延到5月13号之后呢 很多留学生都非常关心意大利大学何时能够开学 其实关于开学的日期意大利政府并没有具体给出 但意大利的学校和大学都不会在6月15号之前开门的 将继续进行远程教学 6月15号之后呢部分研究课程以及部分考试可以在大学进行 正式开学呢是在下学期的9月份 但出于安全考虑 9月以后业压力的大学都会继续采取远程上课 能远程进行的教学活动呢就尽量不要到学校进行 规模较小的大学可以根据情况 在9月底到2021年的1月之间合理安排学生返回教室 那么规模较大尤其是对于学生比较多的学院来说呢 目前只能通过在线课程之后再看疫情的趋势 决定合适返校 第一次这么迫切的想要回到学校上课 希望我7月份的考试能够线上考 这样我不会那么紧张啦 好的那么本次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就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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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